請問你是學生嗎 對啊 我是學生 你是大學生啊 我是文化大學的學生 幾年級啊 我大一 大一啊 你常來這兒吃東西嗎 一個禮拜來個兩三次吧 為什麼你常常來 因為這邊價格便宜啊 而且就習慣了 然後還蠻有名的 就人又多啊 商店又很多 就是夜市嘛 又開很晚 開到凌晨兩三點 然後都有 都有辦法營業啊 所以說 在那邊吃東西 算是很方便的 而且就什麼停車位啊 東西 比一般餐館還平價 而且就可以人多的話 一次就吃好幾家 然後大家一起平均 然後就吃很多種 對啊 那這邊什麼東西最好吃啊 好啊 雞排啊 士林大香腸啊 大餅包小餅 還有牛排啊 跟這邊那個快可麗飲料店 都還蠻不錯 珍珠奶茶 還有水煎包 跟那個 跟什麼 大約之間 你說這些菜美國都沒有 你覺得吃這些對身體健康有好處嗎 不可能啊 不可能有好處啊 對啊 為什麼 有什麼好處 沒有好處啊 就油炸物嘛 又重口味 對啊 然後 重口味是說很鹹是不是 對啊 不是很鹹 就是很甜 很鹹很甜 對啊 那最近應該沒有好處 怎麼那麼多人來吃啊 感官享受 就是一種享受 對啊 就約會聊天出來玩 出來玩 年輕人喜歡來這裡 對啊 那你最喜歡的菜在這裡是什麼 最喜歡來吃什麼 好大大雞排 炸雞排 好大大雞排 大大雞排 名字 它是名字 對 一個專有名食 特別好吃嗎 就還蠻不錯 好那你帶我們去看一看 好嗎 吃一吃 好 好 好 那你喜歡來這裡吃飯還是去餐館吃飯 看你要跟誰去啊 跟誰去啊 就約會就來這裡 跟朋友約會來這裡 對啊 就跟家人啊 或是這種比較重要的城市在餐廳 對啊 那如果說你 那我這裡也有大餐館 也有大餐館 對啊 就你知道商店都混在一起 什麼店都混在一起 吃的 玩的 還有服飾店啊 或是飾品店 全部都混在那邊 如果你有150塊錢 等於美金5塊錢 你可以吃幾種東西 如果你肚子很餓的話 五種 五種 哪五種 雞排 蒸奶 大香腸 還有那個粉圓 跟臭豆腐 還有 還有 青花蝦蛋 一百五十塊可以買到這麼多東西 可以啊 因為一個才三十塊啊 哦 對啊 所以可以吃得很飽 吃不完吧 吃不完 對啊 好 那謝謝你的訪問 在最後 你教我們講一下 真好吃 怎麼說 很好吃 很好吃 那真難吃呢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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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謝謝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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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